今日,巴萨主席拉波尔塔接受了《世界体育报》的采访,并再次提到了梅西的问题。 拉波尔塔表示,当时巴萨已经与梅西谈妥了合同,但梅西最终选择了迈阿密。 而在那之后,他与梅西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今年夏天,梅西与大巴黎合同到期后选择了离队。 当时,他有三个主要选择,回归巴萨,前往沙特淘金。 与之相比,前往美国职业大联盟踢球是相对较差的选择,但梅西却最终穿上了迈阿密国际的球衣。 这个举动,还是颇为令人意外。 不过,梅西之所以这么做,肯定不是拉波尔塔所说的那样放了巴萨的鸽子, 而是不想再重蹈两年前被拉波尔塔坑惨的覆辙。 2021年,拉波尔塔在竞选巴萨俱乐部主席的时候公开承诺, 只要自己当选就一定会与梅西完成续约。 但在那一年的八月,如愿以偿的拉波尔塔声称俱乐部财政困难。 无力与梅西续约,一脸猛逼的梅球王泪撒诺坎普,最终无奈离开,转头大巴黎。 而这一次,在梅西与大巴黎关系不佳,续约无望的时候, 拉波尔塔再次跳了出来,利用媒体大肆造势炒作梅西归队, 将阿根廷巨星架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。 然而,他和巴萨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式报价。 对于记者的质问,拉波尔塔的解释道, 我们当时已经获得了西甲联盟的准许, 也已经和梅西的父亲谈妥了。 当时一切都定下来了,但事实是,西甲联盟批准了。 拉波尔塔也跟梅西的父亲在口头上谈妥了, 但巴萨却始终没有给出梅西一份正式报价。 在这种情况下,梅西转而选择迈阿密国际,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 而对于记者的提问,无言以对的拉波尔塔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, 给出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。 如今,梅西已经与家人抵达了迈阿密。 即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, 对于和巴萨以及拉波尔塔的恩恩怨怨, 终将随风而去。 毕竟在无数年之后, 大家也只会记得阿根廷巨星梅西至于拉波尔塔谁知道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